民众入住高雄市的合作旅館时 还可以获得金发局加码赠送的400元高雄券 入住的民众都相当惊喜 等于是拿到市府赠送的小红包 来了以后看到这个券 好像我们市政府包了一个小的惊喜红包给他一样 那他也会拿着这个券 本来可能出差很累了 那他也愿意拿着券在周围商圈再逛一逛 而不是就是待在饭店内休息而已 不少住宿民众拿到高雄券之后 就立刻到附近的商圈和夜市消费 店家都陆续收到不少高雄券 特别是今年高雄跨百光年活动超级稀客 市府金发局希望这股热潮能够延续到1月 特别将高雄券的使用期限延长到明年的1月31号 对我们帮助最终要有多3成的行李 所以说市政府很用心的 来帮助我们夜市来发电 很好的 市府不但发行这个高雄管理 还在这个米雷堂办这个光合作用 还高雄在我们夜市 方街办这个烟潮火 所以包括这个街区的这个店铁的意识 还帮我们布地到很年纪的气氛 当上年底的这股观光旅游消费热潮 不少到高雄旅游的民众都被这400元的高雄券所吸引 在住宿选择时就特别挑选来高雄住宿 住房率都大幅提升 不只带动了我们饭店业也带动了周围商圈的生意 客人当有这个诱因的时候他也比较愿意来高雄观光旅游 那住房率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月的住房率大概五成多 那有了这个卷以后大概现在住房率都在八成左右 大概提升了30% 400元的高雄券把外县市的住宿旅客吸引到高雄 引爆商圈夜市的消费热潮 借由延长使用期限 让高雄券的热度延续到明年的1月31号 高雄券 赞赞赞赞 记者张盛民赖畅帮高雄报道 好 夜市专用 这个高雄